各位觀眾 調查官在今天的起信 只有這九年紀家會 但是我又對著它未來的同樣是真好 visitor 它說將來有任何的可能 但是在這個熱的時標 它並沒有想到真好環境的配匯 在民進黨現在最重要的是沉沉的關係 官方調查官在TED.com院長方式 慢慢說來接政的高檔 如何以腳攝 vid和軟攝 料理在採中困難的加議官 他说在你甲义官的旗舰 自己是参加大饭店的行政制度 专业的团队是经理人员 真心真烈顺利解决很多问题 一点都没遗憾 最后 充电法官改善凯撒大帝的名言 我来 我见 我征服 依我来 我见 我成功 随便九年来的努力 成功的改变甲义官的方法 很多东西我都不会去想 为民进党选输了 就是不是去检讨选民 应该好好想的是 为什么会选输 我想很多的因素 我此时时刻并没有再想 去分配权位 此时时刻我跟所有的民进党员 都应该好好去思考 这一次民进党败选的原因 那我未来都有任何的可能 对于未来当中 充电法官标示 将来有任何的可能 但是初时初却 并没有想任何况愿意的分配 民进党这次选举百算 有很多因素 现在最需要一些沉测的欢喜 充电法官说 自己接受 家议官高党高出的新接担 也够能够 因此民进党 只能够補掉家议官党这一事 很多乡亲都期待 未来能参与立委 但是现在希望一切顺其组练 孙星新闻 朱来信 家议官 蔡宏博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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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